我们ADC呢 我逗个地主,你们跟我玩上花火了是吧 猫辅助,送AD,萨拉芬妮 什么东西啊 这么几天没打韩服又出新招式 什么东西 是他们在乱玩还是说新套路啊 后面蹲着兄弟 可以用E吧,OK 躲一下技能 QG位移 兄弟,一次带下一次带下 你怎么刷这么久啊兄弟,他好像三组也都刷完了 打野 干啥的 是他刷完了还说爱个新刷F6啊 这是啥 玩你哪里跑 两个想一起 哎呀我就知道 我刚才点下让这个 雪人 往我这里跑就反蹲你们知道吧 那么这一波得出的结论兄弟们,他先刷的红再刷F6再去刷石头人 感觉他刷反了呢 我好像经常都是先石头在那个的 艾克还在 相信我 艾克还在 刚才这一波 我们先翻墙卡尔西 造一下,OK他不在 哦好像是在我卖F6听到声音了 兄弟看一眼 OK没有 那我听到那个W是谁的声音啊 吭了一声 别没闪了对吧 算了,放他一门 越了越了 要我自己单阅吗 这个球应该滚的,他没E的,他没W没闪 配合撞击,去A一个点燃 配一下 闪现神了 这波叫做礼尚往来,他没闪,他死 我没用闪,我死 但是先死的 后杀的会赚一点兄弟们,我等级比较高 相信我 这个我经常这样 所以你死 就别6,你先杀了人,你后面一定要稳住,你要杀回去你就亏了 应该是我先升6 或者刚才这两波线 经验都被雪人吃了,他跟我一样 打捏了 他的钱好像比我多一点啊 我现在的装备是1450 他这个 是一样的吗 840 770 他多我一点 他的是1200,1200加350 小兵卡位置了 你小子要升6了吗 他的站位好像是要升6了 W挂上 我也在等他R我,我这一升6 光辉不跑 算了 这不能杀他,但我亏两成肚成,感觉不断 带拉斯感觉飞了 回来被他拦截了一下 我吵果实呢 龙应该稳 艾克带我扶你,这波准备杀艾克,大不了R 哎呀,这两个小子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玩啊 不能是我大师排了一个双牌的吧 打得像双牌他们啊,我感觉 我形影不离啊 现在都抓下路,谁还抓中路啊 我形影不离啊 哎呀,卧槽 韩服的这个爪道有位了没 好像还没赶,还没赶,还没赶 13.10 现在应该13.9 下个版本 才是 没有位移的 不出意外的话 等他被控啊 等他被控,我这波如果靠近接他个R 他闪都不用了 等个大 等个大,现在0.7个是 W,诶,大招 诶,是不是开版了 现在改打法方式了 这把好像都在打中啊 出来啊兄弟 他没闪呢 艾克在主要是 我一个人我肯定跟他操作呢 啊 左边那个不是艾克吗 哎 左边吃肚成那个我以为是艾克呀 不是右边 你们是狗吧哥 不是在干嘛啊他们 这个我以为是艾克吃的,他们辅助吃的,艾克从左边,辅助从右边 这么变态他们 关键下路没信号啊 还是他们点了我没看到 还好我的意识 我让他回 他要死了 死了哥们 AD版 拜拜 帮你多少次有什么用啊哥 骂他艾克 你都跟他穿在同一条裤子了 还被单杀 我都替你打抱不平 真的是兄弟们 我是带艾克我直接抢他兵线 我直接追着他嘛 哥 你骂他呀你追我干嘛 你没事嘛 我跑回去行了吗 真的无语兄弟们 有狗 我怎么这么玩啊 不如我 不现场拆下去嘛 我打的是大师不 NINYYDS啊,我打的是大师不 我怎么好像对心了个连体怪啊 被当伤害还要帮他推他 真的狗啊 我严重怀疑他们双排的兄弟们 现在这满本都抓下路呢 怎么能这么玩啊 游戏里就可以看段位兄弟们 韩服不一样,游戏里可以看我们整局的段位 谁都能看,只要进了 赶紧,侦察兵快 我刚上的好 我是大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我感觉双排 太够了 哪是人能玩的呀 我压力好大 咋的 又来了 完了,走不了 抓他兄弟 艾克又在 OK 我想跟 露露露说 就帮我就行 怎么说兄弟们 反蹲也可以 来点沟通的词语兄弟们 你看这雪人不来,我是不是又被抓了 太BT了嘛 雪人终于懂事了,我说实话 兄弟我很欣慰 傻傻傻 怎么做 对面AD中 对面AD4��い 其余大师 对面中和 AD是大师 对面AD和中单,是 是赚一期他都大使,那这艾克在干嘛,艾克当狗 他们不是双排的,大使以上就双排不了,他单纯是针对而已 我感觉我这把已经很稳了,我都在塔下,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玩 不要紧 这个游戏里看不到这个,我切屏切出去呢 因为这是韩服 他外面发的中文 哎呀,兄弟 逼他回来 算了算了算了,他人有点多 他人有点多,放他也忙 这不球感觉滚到了吻杀呢 他也克制了,刚才是一个捕捉2打2,我们应该能赢 他走了之后他才出来了 哦,这猫为什么要下来啊 可惜 哎,算了兄弟,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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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是点了 能打还是自己判断 我们该打的,幸好得打,不然一会儿你不打他会 打到最后他强行打,输了会怪你 点了之后他还强行打,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 服不太细了,反杆克啊,队友都放 完了开分了他们 谁在打字啊 好像上单,上单被单杀了没什么话说吧 这个我认得,我也韩服玩三辣子,这个是上单说的 这你被单杀哪里有脸说话呀,还发这么多条 赞性拉开 耍刀根过去 一个Q技能 这上单臭不要脸 他死了这么多次都会被单杀的 有可能是我们队友骂上单 有可能 他只是在保护家人,他有什么错 应该是骂上单了 但是我要是被单杀这么多次,我被骂我也只会评别别人 因为他不算理由啊 为什么不说中文 因为这是韩服,兄弟们 韩服说中文要被封号了呢 韩服就自闭打法 韩服就自闭打法 只跟自己人玩 但是他们那个对吧 没办法 没几个人,他不让这个别的服务器去打 这个局没人了 没开玩笑 OK 爪刀接位移 开一下翻墙 WR 怎么都在这啊 我这不就反好了两个人,那第3个好像没办法 卧槽 什么时候绕过去的呀 我不让他们蹲多久了,因为这里都是眼 你看这个针眼也是我们放的,我放的 那他们什么时候绕的呢 应该蹲了很久了 我上当了 450还行,我也未知600 大龙大龙 麻了 不过看到刚才这个状况,我还是觉得自动攻击,这是自动攻击吧 关了吧兄弟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刚才我隐身破除了吗 我被控了 你大招之后你点地板 你被控了动不了,他就会A人 这个自动攻击关了确实还 确实需要关 我可没点,我可没点人,我就点地板 但他走不了,他会自动把你识别成打人 是这样的 直接上去打他 我之前吃了 控作 大招爪刀接二乱一个AQA耗仇 打打打 OK,那边放野了,那我放这边 能抢吗,两个都是KBUFF的一个高手 露露的Q成 艾克的三环 哎,打不了 打一个 兄弟 打那边的 能打起来就行兄弟,打哪边都行 能控制不 猫呢 第二段在A 快跑快跑 动作 走位,扭一下技能 往后再扭,这个扭不掉 QA,W,挂上,OK走了 别别别别,对面来人了 拉扯了一分钟吧,一分半感觉 一直在听唱歌,萨拉芬妮好像是 进游戏了还听歌 我这打团拉扯了半天兄弟们,这韩服 他的团战就是比较紧凑 这团战还可以吧兄弟们,这是有点质量兄弟们,这团战 你要像古古这个团战感觉 十秒钟打完 大刀毒 W挂上 Q,打一个技能,爪到一个平A 一个平A 走 中火平反应 W挂上,尽量QOK头,没K到,OK收割 AQA W挂上 爪到 AQ 找人吗 在拉斯无敌 看好你 DW啊 这波前面还好 硬追追死了 KW 别说啦 你出现在带着猫这么大龙呢 不是 OK 结在下轮 那应该没事 韩服他们他们不是不打字他,只是打字你们看不懂而已 所以对韩服的印象是不打字 实际上打字打得比我们都狠 他们打字打得老坏了兄弟们 干嘛 打到这段一个AQA秒了 想抢谁的龙啊 大龙拿了大龙拿了,等这个弩弩复活 滚了 一大龙我这波 一大龙我这波 快来啊 不行吗 不办事啊 不办事啊他们 杀了打野感觉能大龙,或者第一个团 五打四 时间浪费掉了 我就在这回神 浪费时机了呀,好不容易杀纸打野 让对面不能给我们拼钱不就行了 准浪费 这里有眼呢 真痞 不要,他现在肯定要进塔跟我换 来来来追死了 你在 跑锤子呢 翻墙,走 对对对 走位 W,一个平安,挂死了,走位 绕圈,我们在侧面进场 我没有猫啊,给我猫我无敌 猫怎么不跟我 大龙大龙 就是拉扯啊,就是没 想杀我兄弟 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男刀了 最多就在这个位置 没有,那应该让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兄弟们,他们真的很难杀死我 虽然打团都在针对我,但是没用 我这拉扯能力,你想,你可懂 翻墙 他射击这个翻墙,就让男刀打团的时候很灵活 除非附近真的没有强 但很少 没有强的吧 他触发加速了,大概率是可以在石头人找到他 大招,爪到接着段一个AQA秒了 想反杀我 闻着味我就来了 叶子崩刃的好处,看到了吗 他大招起手打伤害,但我的盾挡掉了他核心的伤害 叶子崩刃真的是男刀的核心装备 为什么,因为 给大伙科普一个冷知识 叶子崩刃是男刀圆皮肤的身上皮的内剑斗篷 圆皮皮的内剑衣服 是不是很相似 连头型都是照着我们这个去做的 有没有 所以 你会发现我们三件装备,第一件爪刀,第二件幽梦,第三件叶子崩刃 爪刀是我们 其他皮肤,对吧,预剑是拿着一把剑 其他皮肤全是爪刀的模型 三把两把自己的装备,你怎么跟我玩啊 OK,秒了 等龙等龙 龙魂了,我龙魂 再打个400块,买个秒表,这把无敌 去保一下上路 我在 去威 W挂长,翻墙接着断 算了,爪刀AQ威 咬了一下这个 走位留下 哎呀,解闪现走了,只能顺势,顺便杀个AD了,不过塔的伤害有点高啊 还没等到我抓到呢 没等到我秒表 专攻啊,我们的专门的武器 我这防御塔好伤啊 怎么打我1600啊 他们人都没有打我这么多血 别打我开个上电视,重粉模式一毛钱卡到牌子 这个是韩服的段位高端局啊 所以打得很紧凑,每波团感觉拉尺都拉满了 就打龙兄弟就打龙,别管人 你带脱,艾克要来了,哥 完了 这是火龙鬼啊,赶紧拿了 啊,真别被抢 脑子挖他了 OK 龙抢了呢,把他们一波了吧,发育不了了 AQ啊 你追他 哈哈哈,调了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防御塔是我的天敌啊,感觉 这么变态 不过这杰怎么这么多刀啊 一直有人帮他,帮他补刀 保他补刀 290刀我靠 快跑快跑快跑 真打不了 谁的杰 PB下来送死了吗 白一下也 我这位置应该安全,我开个扫名 稳健一点 看不到我 哎呀,玩的就是自己 哈哈哈 我跟他solo去了,不过他装备真不比我差呀 他补刀太多了,真的 蓝猫跟我,我们二打一 没有ADC,红是我吃了 没有ADC,红是我吃了 哈哈 想杀我 想跟我操作 兄弟 想过没有啊 交闪又用 爪刀跟位移,Q技能跟位移,我操 又说到这了兄弟们 爪刀确实有点杀 以后没有爪刀了这种 这种闪现或者这种位移我们跟不上了呀 操作空间少了很多 感觉以后只能爆杀了 在他位移之前一套把他秒了 哎呀你这么一看兄弟们,爪刀真的对蓝刀作用真的挺大 你看现在,杰不是位移很多吗 很灵活,但我的灵活在他之上 以后感觉又比他笨了 是有点影响 但是影响不大 就 跟那个挖掘机不一样,挖掘机是废了,我们还能玩 我们还能玩,挖掘机是废了 哈喽 完了完了完了 说着说着,走到别人脸上了 一他一他 AEWQ AAA Q减速,二段Q,nice 我知道 我操我走到别人脸上了 还行还行还行,我还有留个了闪 声音感觉有点大,我操 哎呀哎呀,怎么说 走吧走吧,撒小龙兄弟,撒小龙 这波操作看我 看好了啊,这波主播直接乱伤 刚才操作失误了 我翻出去正好三四个人 第10点我是懵逼了 我人都懵了 这波直接卡个视野 哈喽,找到个ADC 找到个ADC 啊 不放大啊 这个,他们在说啥 实际上我家的还有友吗 翻一关,翻一关 这个人在干什么 大刀爪刀过去AQA秒了 让我带他 等我个打,等我个打 让我跟他双牌是吧,我就知道 哈哈 哥们不好意思,我是大师 啊,你们在干嘛 啊,你们在干嘛 开打 WQA直接网 直接闪出来 你以为我等半天在等什么 全球都得死啊 拿下 拿下这一把 我们的难道 真潇洒 这猫咪说的嘛,不过主要他的名字是韩文,我不知道是打野说还是辅助说的 卡了卡了 小刀